塔斯社网站8月19日发表题 为让格陵兰岛重新伟大 为何特朗普抑郁构岛的文章 作者为阿尔图尔格罗莫夫 文章称 格陵兰岛是全球最大的岛屿 自然资源的大型聚宝盆 倘若此地成为美国领土 在科研 渔业 降低对稀土依赖性方面 华盛顿则将迎来新的机遇 而设在图勒的美国空军基地 令该格陵兰岛拥有最重要的侦查实力 在实施卫星行动 预警轨迹经过北极的核弹发射方面 大有用武之地 文章称 特朗普几乎百分之百 不可能从丹麦手中购得格陵兰岛 然而 出人意料的是 在美国 无论自由派还是保守主义者 均对此想法给予积极评价 特朗普最初提及购岛 很可能只是开玩笑 如今 在华盛顿 人们却非常认真地讨论其此事来 文章称 购买领土称得上 是华盛顿的悠久传统 1867年 白宫赤资720万美元 从俄罗斯购得了阿拉斯加 1803年 他向法国买下路易斯安娜 花费1500万美元 1854年 他自墨西哥买来了 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 以及周边地区 文章认为 对格陵兰岛蒙生兴趣 要追溯到二战结束后 1946年 杜鲁门政府报价1亿美元 向哥本哈根提出购岛 若按现有币值折算 约13亿美元 丹麦拒绝了这宗买卖 并于1953年更改格陵兰岛的地位 将之从殖民地升级为本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由于岛上的常住居民以因纽特人为主 1979年 丹麦议会赋予岛屿广泛的自治权 2009年 哥本哈根向他移交了更多的自治权益 只保留了国防 财政和外交事务掌控权 后来 美国没有再动过购岛念头 但对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念念不忘 1949年 即丹麦加入北约之后 华盛顿遂于岛屿的西北沿海 兴建了图勒空军基地 使用至今 当地还部署有美国的弹道导弹 先期预警系统 是华盛顿所打造的反导系统的重要组成环节 因为从欧洲至北美的导弹最短路径 恰恰经过格陵兰岛附近 2018年 五角大楼表示于投资当地 以提升作战机动性 和对形势的窒息掌控性 据华尔街日报称 特朗普对这座岛屿的兴趣 便是在那时产生的 文章称 一年前 特朗普提醒自己的亲信说 丹麦似乎因为格陵兰岛 而陷入财政困境 是否有必要购岛的问题 也在当时首度提出 特朗普当时曾询问幕僚 美国能否买下格陵兰岛 当后者讨论当地的丰富资源 和地缘政治重要性时 他听得津津有味 他们还谈了一旦购买成功 华盛顿能否扩大自身在北极的军事存在 某些顾问支持这一想法 认为从经济角度来说 此举是合理的 另一些却笃信该提议永远不会成功 一位消息人士认为 特朗普或许是以开玩笑的口吻提及此事 并未慎重考虑相关可能性 另一些人士则告诉华尔街日报 他们不清楚 特朗普对此事的认真程度 文章称 8月18日 特朗普确认了他对可能购岛有兴趣 从本质来说 这是一项大规模的地产交易 但并不是只为头号优先事项 是提过这样的想法 我也说了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 这显然很有意思 我们也会对此感兴趣 不过 丹麦以及格陵兰岛当地政府 已经表明了自身立场 开导希望与美国合作 但不会以美元 卢布或是其他货币作价出售 丹麦某些政治家 是特朗普所言为玩笑话 另一些人则将之当作 美国总统封了的最终证据 当地人也提醒特朗普 这涉及活生生的人 不能像老殖民国家一样 轻易出售格陵兰岛 美国也涌现出不少怀疑者 政治报便列出了一份特朗普 可能有意购买的他国领土清单 上榜的包括英国 爱尔兰 复活捷岛 新西兰 马达加斯加等 还有西兰公国 即所谓的海国 文章称 格陵兰岛是全球最大的岛屿 自然资源的大型聚宝盆 布鲁金斯学会在 2014年的某份报告中写道 全球变暖令北极冰层继续融化 格陵兰岛的矿产 及能源资源变得更易开采 沃克斯杂志认为 倘若此地成为美国领土 华盛顿便能按自身意志 分配上述资源的开采使用权 会令众多利益 由官方从中得利 杂志幻想了弱势格陵兰岛 成为美国的一个州 参议院的议席 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华盛顿观察家报 则提到了格陵兰岛 独一无二的战略价值 设在图勒的美国空军基地 令该岛拥有最重要的侦察实力 在实施卫星行动 预警轨迹经过北极的核弹发射方面 大有用武之地 文章称 图勒基地拥有深水两港 极长的飞机起降跑道 因而也充当着北极地区 军事行动的物流中心 正如华盛顿观察家报所述 这令美国拥有能够遏制和战胜 可能侵略的军事手段 俄罗斯也在研究如何确保 对资源丰富的北极领土的控制权 因此 美国在格陵兰岛的存在越来越具有现实性 美国可以在那里部署中程导弹 从而给俄罗斯的北极野心泼冷水 该报指出 对格陵兰岛而言 若是并入美国版图 也意味着美国游客及投资的分支踏来 在科研 渔业降低对稀土依赖性方面 华盛顿则将迎来新的机遇 福布斯提醒到 中国正积极开发格陵兰岛的稀土资源 已走在美国前面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